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热门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因分享一段牙科诊所宣传视频而引发伦理问题 这段视频不仅引起了一场批评风暴,还可能导致一项道德调查 接下来,美国法院发布了一项修订后的政策文件,旨在限制法官购物 这是一项只是地方法院在具有全州或全国影响的民事案件中随机指派法官的政策 在政坛上,麦克·彭斯拒绝支持特朗普作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 这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分歧 同时,特朗普关于削减福利计划的言论引起争议 他最近承诺将通过针对这些计划中的浪费和欺诈来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支出 此外,特朗普的刑事案件遭遇了延迟和干扰,这符合他的竞选策略 与此同时,国会出现了大规模辞职潮 众议员们纷纷辞职,这反映了政治环境的紧张和不确定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了解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可能的影响 德克萨斯州牙科诊所的宣传视频为诺姆提出了新的伦理问题 华盛顿邮报 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因在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分享了一段为休斯顿的Smile Texas牙科诊所制作的宣传视频而面临批评 这段视频引发了一场批评风暴,一起诉讼以及一项潜在的道德调查 质疑他是否参与了一项未公开的广告或使用了州政府资源 为诺姆工作的牙医在Instagram上发帖称 这位亲切的女领导人atgolfkristino m刚当在Smile Texas获得了一副高级、优雅、美丽的笑容 诺姆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美国法院明确限制法官购物的政策 华盛顿邮报 联邦司法部门领导人周五发布了一项修订后的政策文件 只是地方法院在具有全州或全国影响的民事案件中随即指派法官 明确表示该政策只是一项建议 他们无法强制地方法院遵循该政策 彭斯拒绝支持特朗普的重要性 华盛顿邮报 迈克 彭斯拒绝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 前副总统彭斯拒绝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并表示他无法支持特朗普 因为他不够保守 彭斯还为其他对特朗普表示怀疑的共和党人提供了许可结构 彭斯拒绝支持特朗普 凸显了共和党官员与曾在特朗普内阁任职的人之间的分歧 特朗普在誓言削减福利计划滥用之前 对医疗保险欺诈者宽大处理 华盛顿邮报 为了澄清他本周关于削减福利计划的言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最近承诺 他将通过针对这些计划中的浪费和欺诈 来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支出 特朗普的刑事案件遭遇延迟和干扰 这符合竞选策略 华盛顿邮报 针对唐纳德 特朗普涉嫌干涉选举和伪造商业记录的刑事案件 在纽约和乔治亚州被推迟和干扰 这些延迟进一步增加了这位 被认定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人 面临的法律困境的不确定性 他试图推迟和贬低这些诉讼 在亚特兰大负责特朗普选举干涉案的法官表示 只有在他的首席律师退出案件后 才能让涉案的地方检察官继续负责此案 几个小时后 该律师辞职 与此同时 在纽约 一位法官同意推迟特朗普 唯一的刑事案件的审判开始日期 将其推迟至至少4月中旬 所有四企针对特朗普的案件的时间 仍然不确定 如果特朗普连任 他可能会任命一个 倾向于撤销这两项联邦起诉的司法部长 州级检察官随后将不得不决定 是否承担起 对一位在任总统进行起诉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规模辞职朝席卷国会 议员们也纷纷辞职 华盛顿邮报 尽管如今国会陷入了僵局 但议员们在一个令人惊讶的领域取得了成功 迫使他们的同事辞职 周五 克罗拉多州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将直接辞职 成为第118届国会中第6位辞职的众议院成员 没有其他公职安排 这位曾经的叛逆保守派 意识形态上与他的极右派朋友渐行渐远 总结了辞职者的感受 这个地方一直在走下坡路 我不需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巴克告诉记者 特朗普 移民 Mega等等 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如何权衡他们的参议院选择 雅虎 73岁的维斯利 斯塔尔 Wesley Starr 仍然不确定 他将在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中投票给谁 像斯塔尔这样的选民 可能会决定 今年晚些时候 共和党提名的参议员 谢罗德 布朗 Sherrod Brown 的竞选结果 这是全国范围内最重要的参议院选举之一 共和党选民正在权衡各种因素 包括商人柏尼 莫雷诺 Bernie Moreno 获得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和其他 Mega人物的支持 俄亥俄州国务卿 弗兰克 拉罗斯 Franker Rose 在这期间的记录和军事经验 以及州参议员 马特 多兰 Matt Dolan 试图在吸引那些 希望看到不同版本的共和党的选民的同时 仍然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 上周 NBC新闻采访了俄亥俄州的30多名共和党和独立选民 以了解他们在选择候选人时关注的问题 莫雷诺得到了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 在这场选举中给他带来了优势 但拉罗斯和多兰都有非常强大的个人资料 和丰富的经验 斯塔尔说 在与NBC新闻的对话结束时 他表示他倾向于投票给莫雷诺 因为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 自2016年以来 在许多其他州和地方选举中 特朗普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 布莱恩·科尔科夫斯基 Brian Kalkowski表示 特朗普在2015年6月开始就得到了他的选票 他表示 特朗普对莫雷诺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坏血 唐纳德 特朗普仍然没有联系尼基 黑利 雅虎 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尚未与共和党提名的前竞争对手 尼基 黑利 妮提 黑利 联系 这导致一些人质疑 他获得许多保守派支持的能力 虽然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提名 但他未能赢得一些最杰出的共和党人的支持 包括前副总统麦克 彭斯 和新泽西州州长 克里斯 克里斯蒂 黑利的前支持者 阿特 波普 R Pope 表示 自从黑利退出竞选以来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就没有联系过他 特朗普未能向黑利或他的盟友示好 这表明共和党内部仍然存在分歧 即使特朗普已成为推定的提名人 特朗普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乔拜登 然而 他的领先优势很小 他未能获得保守派的支持 可能会在大选中伤害他 特朗普助手 彼得 纳瓦罗请求最高法院将他免于监禁 华盛顿邮报 彼得 纳瓦罗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 他请求最高法院允许他在上诉他 应拒绝在国会作证 有关他参与推翻2020年选举的罪名时 避免监禁 美国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本周表示 纳瓦罗未能证明 他的上诉提出了可能推翻他的定罪 或四个月监禁刑期的重大法律或事实问题 纳瓦罗的律师便称 他不会逃跑 并且在上诉期间 释放他不会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星巴克取消与多元包容与包容性相关的高管薪酬计划 以应对保守派的压力 彭博社 星巴克股东已批准将基于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 DEI目标的高管奖金改为普通员工目标 新的结构得到了92%股东的批准 还增加了基于财务业绩的补偿 此举是在保守派反对与DEI相关的奖金之际进行的 批评人士声称 这可能鼓励非法招聘行为 星巴克加入了其他公司 修改薪酬计划以避免争议的行列 根据会议委员会的数据 约76%的标普500公司 在其2023年的薪酬计划中包括 DESG目标 迈克 彭斯不会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 雅虎 迈克 彭斯将不会为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背书 尽管他曾在担任副总统四年期间 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1月6日袭击国会时 高喊着要绞死彭斯 这位前印第安纳州州长 和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周五告诉福克斯新闻 我不会在今年背书唐纳德 特朗普 这一点不足为奇 迪桑特斯签署法案 他表示 这些法案将阻止非法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移民 美联社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法案 如果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 因无证驾驶或犯下重罪被定罪 将增加监禁和监狱刑期 德桑蒂斯是共和党人 经常批评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他表示这些法案将进一步增强佛罗里达州维护法律的能力 然而 移民支持团体批评这些法案 认为 他们通过阻止移民 获得驾照和保险 危及公共安全 海地在致命暴力升级之际 为权力过渡做准备 雅虎 美国已经派遣一支海军陆战队队伍前往海地 并计划宣布数百万美元的人道和军事援助 以应对该国权力过渡 自2021年7月总统若福内尔 莫伊兹遇刺以来 海地没有举行过任何议会或大选 之后 亚里尔 亨利接任该国临时领导人 该国一直受到一群帮派的致命暴力困扰 这些帮派迫使亨利辞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